二零一七十九屆 威廉瓊斯杯國際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一共有八支的外隊參加 其中印度 韓國 菲律賓 伊朗和伊拉克 都推派國家隊來臺 國內觀眾 普遍對於伊拉克男籃比較陌生 邱平劉孟竹教練簡單的分析 認為陣容有看頭 但威脅應該不大 探看伊拉克的陣容名單 平均身高一百九十二點六公分 在十隊當中排名第六 不過陣中有五位兩百公分以上長人 兩百零九公分的阿里哈密 更是去年伊拉克在亞洲挑戰者 被依靠的雙塔之一 也是他們本土最好的中鋒 至於外援部分 原本狠殺的雙塔成員 凱文高勒威 在五月換成了打過NCAA 以及夏洛特大學的 Demaro Matthew 二十六歲的他得分能力出色 甚至被稱讚是得分機器 去年U18亞星 曾經過招伊拉克的小將曾祥軍 也分享了對戰神秘伊拉克的心得 他們中鋒就可以從一號 打到五號這樣 一場平均就砍三十幾分 可是就他們中鋒在打而已 他們一二三號就是負責 組織和傳球這樣 伊拉克還有個亮點 就是他們在六月初確定由前 土耳其國家隊的總教練 康特執掌兵符 這位以培養新人文明的歐洲教練 渴望幫助伊拉克的年輕球員 更加成長 擁有身材優勢加上外援助陣的伊拉克 經過實戰的培養之後 未來在亞洲藍潭的實力備手期待 中華隊可得小心應戰 我來提醒吳俊奎黃花軍綜合報導